HELLO 大家好,我是檸檬哥 今天我來這裡開箱一個月 是關於汽車的 這是什麼? 口罩 眼鏡 沙紙 打磨用的沙紙 這個就是主體 這是什麼? 要開關的 插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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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蒸氣棒 還有送了一條膠布 用來翻身車燈的時候 貼在車燈周邊 怕你噴到油漆 保護作用 這個叫做 大燈翻身 神器 現在看看我的車燈 現在看看我的車燈 這個車燈很舊 已經發黃了 我去洗車 是沒有用的 怎麼洗都是那麼黃的 因為他 因為他呢 經過長年累月的日曬雨林 已經老化了 好黃 所以今天呢 對他進行翻身 這裡就是 位於816的一個公園 以前呢 是一個釣魚場來的 在這裡呢 做不到這個實驗 因為呢 沒有市電 這個插頭呢 只能夠用市電 不可以接 點煙氣 來供電 所以這裡做不到這個實驗 還有呢 我看隔壁車 有一對情侶在車市 不知道搞什麼 所以這裡做呢 是很影響別人的 這個實驗呢 就回去再做了 我為什麼知道這裡呢 因為以前在巡山湖 做事那一刻呢 每天上樂班 都要經過這裡的 在樹下有一對情侶啊 那裡就閉一路了 閉一路一直去呢 就去重山湖大道 就去重山湖 有看到嗎 開始趁熱了 這個公園呢 這個公園呢 很漂亮的 如果過來跑步都可以的 你看 有一條跑步的路徑呢 我身後呢 就是中醫院了 那裡是很塞車的 到了下午上樂班時間 是超塞車的 我就為了避免塞車呢 就從城市學院那裡繞過去了 就是繞過這個塞車的那裡 就是繞過這個塞車的那裡 但是怎麼可能買到最高的地方 我帶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很高的地方 嘗裡 drove 走啊 今晚呢 就不會釣魚了 有一次我去洗車 那個洗車店的老闆叫我翻山的車燈 他說$200,叫我翻山 如果自己弄,就$50可以搞定 所以我就在網上買了那一套翻山的設定 花了五十多元 讓大家試一下自己動手,看看行不行 首先就要擦乾淨車頭燈 用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用洗潔精,因為表面有油漬,很難洗得爛 一條濕布擦乾淨車,用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用布擦乾淨車後 再用一個框架 一個框架 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是一個條濕布擦乾淨車 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還有,各個都重量的 一條濕布擦乾淨車 剛才我開箱總共有這幾樣東西 沙子 沙子有細層 牠先用粗的打磨,然後再用細的打磨 這個就膠帶 這個就用來 導磨 裡面有導磨液 插電可以把車燈翻身 還有眼鏡 口罩 還有說明書 第一步就用這個膠帶綁好車燈的周圍 避免用沙子打磨的時候 磨到這些車測 吸水 三 carb 頭炒 大腿 炒 開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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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用膠帶貼好四周之後 現在就開始第二步了 第二步就用砂紙打磨 首先他送了有四塊砂紙 先用最粗的砂紙打磨 打完就用第二粗 第三粗、第四粗 最幼的砂紙打磨 加水來打磨 首先用這個最粗的砂紙打磨 這支用來噴水 這支用膠帶的好處是 就可以防止它磨到奢測 一樣,不需要便宜 放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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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這些再補強 放鑽 就好 再放鑽 先用這支砂紙打磨 繼續打磨 經過兩輪打磨後 黃色那層 氧化層已經沒有了 現在變成白色了 第三塊沙紙 現在變得更光滑 先用粗 後用細 乾滑了很多 黃色那層氧化層已經沒有了 現在進行最後一次打磨 這塊就是最光滑的沙紙 現在用它進行最後一次打磨 將表面拋光 現在變得更光滑 現在已經很深了 將 磨到 表面已經磨到很光滑 經過這四塊沙紙的拋光 和擦乾了之後的效果 就這樣 就變成白色了 那層黃色的氧化層已經磨了 打磨完筆之後 現在進行最後一步 叫做霧化導膜 這支就是可以插電的霧化導膜 它底部有一個開關的 它這裡寫著注意 在插電之前 必須拉開那個拉環 先戴口罩和眼鏡 先戴口罩和眼鏡 因為霧化的時候 一樣有危險 所以它中了口罩和眼鏡 可惡對眼 可惡對眼 插電之前要先拉開這個拉環 拉開了裡面有液體 現在開了開關 加熱 有一點慢 加熱有點慢 加熱有點慢 不是一插電即時就有氣噴出來的 吸汗 有煙有煙出来了 看吗 还没得 不够热了 再等一等 就这样 很神奇 我们下一个人 做出这么好的 吃乳酪 吃乳酪 乳酪 2 8 1 10 2 2 完成! 這個車庭就像山一樣 翻山成功 這次的車燈翻山就很成功 翻山之後,車就像山的車燈那樣 軟軟有神 看上去很醒神 車燈好像人的眼睛那樣 一對軟軟有神的眼睛是每個人都夢為以求的 還有呢 看上去就很醒神 行車也會比較安全 好了,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就按個like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吧